我請教張教授剛剛一個問題 剛剛在你一張slide裡面你有提到 1996年美國通過一個法令 給予食物捐贈者跟慈善團體的免責犬 那個免責犬是不是免責他們在整個捐贈過程 因為食物腐壞造成的一些衛生方面問題 產生是不是這方面的那個權責 我想要這點是因為有一次工作的時候到法國出差 吃完飯的時候東西很多 我們也想要帶回來打包好習慣 可是那時候我觀念上是有很大衝擊 他們說NO 但他們很委婉解釋是說 他們食物離開之後 你出了問題之後他們沒有辦法負責 因為很多飯店的那個生菜生飯 可以捐贈給團體的話 的確是一個節省的一個很好方法 可是的確中間產生的衛生問題 那個的確是一個 我想很多飯店他們之所以希望客人不要打包 主要也是考慮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想這兩點之間要怎麼樣採取一個 一個折衷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我們第一個是1996年這一個美國這個法規 我們請張老師來首先回答 首先這個食物捐贈法的免責權 那他雖然在美國已經立法 但是他其實還是效果有限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的商家他因為傷癒的問題 然後還有就是剛剛講到他怕客戶真的萬一吃 吃壞肚子他難免還是會受到一些這種 法律上的一些這個問 會有一個這樣子的過程 所以那這樣在過程裡面 也許他最後是免責 但是在過程裡面他的傷癒就大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他還是會因為這樣子而 採取比較嚴格的措施 那這個在日本也非常普遍 所以他們尤其他們因為生食的部分 沙拉這些或者是生魚片的關係 就不准帶回去 那所以現在的話就是像食物銀行 受捐贈的這些單位 他們會通常就是說 如果捐贈者他有意願的話 他們會像在台灣的做法 因為台灣其實食物銀行做得非常好 等於在全世界是應該在領先地位 那但是我們其實沒有這個免責權 那好像在那個公聽會的時候 就還是有很多的阻礙 所以最後沒有進入這個立法院 那但是現在民間實際的做法 就是用一些私人契約來做 但是這個只是一個善意的 一個就雙方的善意來做 所以我們覺得說這個是一個 還是在台灣我們還需要努力的部分 也許不光是只有這樣子善意 就能夠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謝謝 好 謝謝張老師委員長 我這邊補充說明一個部分 因為我在30歲以前都在五星級飯店 所以剛才指的那個 在飯店沒有辦法帶走這件事情 的確是這個是權衡之下 最簡單的一個考量 除非就是說消費者保證你拿回去之後 你會簽下一個免責權的這樣子的協議 它才讓你帶走 但是我想 為什麼今天要去舉辦這個活動 其實從我們本身的態度做起 如果我們在點食的時候 你就不要點超過 其實在當餐把它吃完 還是對食物是最美味的 我想這邊補充說明 好 那我們開放下一間專的問題 來這邊穿黑色衣服這位小姐 謝謝各位長者的分享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那個盧教授 因為您剛剛有提到說 您會擔憂就是未來小孩 要面臨的這個很困難的狀況 然後因為我在一些國際的媒體上 有看到一些科學家們 其實都有在考慮要不要生育 或者是要怎麼面臨到 他們有小孩的這個部分 要怎麼去面對未來的困境 那這是比較個人的決定 那如果是在國家的層面 因為現在台灣也是面臨少子化 然後高齡化社會的這樣的狀況 那在人口跟氣候變遷 這兩個很大的主題是 是否政府有一些討論呢 或是有一些策略上的考量 謝謝 謝謝 謝謝這位小姐 來 接下來我們第二個 後面 後面有個戴帽子的女士 我比較想要提一個問題 問我們的陳主持人 就是我剛剛有聽到您說 您本身從五星級飯店 然後回到屏東成為一個花農 然後現在又在高雄參旅大學 擔任校委會的會長 我不曉得您知不知道 就是我其實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是大概在幾年之前 我們知道在英國有一個比較有名 有在上電視做菜的廚師 叫Jimmy Oliver 那他也有到台北來開餐廳 大概在幾年前 英國政府就已經在推動所謂的盛食 然後能夠透過企業分享到人民的手上 那Jimmy Oliver在前幾年 也開始在英國創辦所謂的學校 那個學校基本上是透過回收的食物 以及糧食過剩的這個食材的部分 去讓去辦一個餐廳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貼近我們生活的案例 它是一個政府支持 企業投入 教育也投入 還加上名人 四個 可以算是四管齊下的一個案例 它終究還是失敗了 那我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您也同時具有類似相關的身份 不知道高雄餐飲大學 有沒有進行這樣子的一個構想 就是說透過您農業 農夫的身份 結合南部 經濟 還有糧食 證 比如說可能是南部的食物銀行 或是農夫 或是產銷譽班 加上學生去進行一個像Jimmy Oliver這樣子的一個餐廳 好 謝謝 那我們第一題是不是請我們那個 如院長 如老師來回答一下 要針對那個未來少子化這一顆氣候拼圈 好 我非常欣慰 我這樣稱你年輕可以嗎 好 我們年輕的這個未來的 可能是為媽媽所提出來這個關懷的問題 這個真的要關懷 那我給各位一個數字 2060年 2060年台灣的人口統計的預測 是比現在我們會少300到500萬人 2060年我算了一下 我還有現在2020 還有40年 我將近運氣好能活到100歲 對 看得到 這個比現在少300到400萬人是什麼概念 我是雲林縣人 雲林縣整個縣不過70萬人 雲林縣是全台灣農業生產大縣 你可以想像得到 這樣的一個速度 這個速度下降的速度會比日本來得快 那不只是人的下降 我們的老年人占的比率會提高 那我們現在講糧食安全 糧食安全 到那個時候少300到500萬人 他們要吃的糧食不需要了 對吧 人不在了 那那個時候的一個糧食的環境是什麼 那個時候農地的一個環境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都需要做非常精確的規劃 但是很遺憾的我到現在 我是台灣算是農業科技的一個 主要的學校的一個行政的主管 我沒有看到很明確的規劃 我們有看到農村再生 但是這個農村再生 怎麼去因應我們未來300到500萬人的 降低的這個規劃 做得好 我們多出來的農地 或者是新的農業的體系 會走的我這個人的Vision 樂觀的 做得好的會像紐西蘭那樣 到外面去非常的療癒 我們的糧食也夠 那我們的環境 對我們的每一個人的身體健康 心靈的健康都做得很好 做得不好的到處是廢棄的農村 廢棄的農田 廢耕的農地 你可以想像那兩個之間的這個差距 無論如何是早做準備 日本為了這一個特別提出全國性的 等一下可以剛剛回答 剛剛未來那個問題 全國性的從上到下 叫社會5.0的計劃 這個社會5.0幾乎包含了所有的領域 包括少300到500萬人以後 農業的因應政策 全部的智慧化 農村的智慧化 運輸的智慧化 這一類的調整 二三十年 其實時間不快 不是很短的 不是很過還遠 一個品種的育成要4到8年 你有多少個這種4到8年 所以要及早因應 我覺得這一點是 但是你從現在講沒有太多選票 誰要是 我們因應未來的環境 我們絕對有機會變好 如果我們準備 如果我們不準備 就是照這樣子 每天吵不一樣的題目 不一樣的問題 我覺得我是悲觀的 如果我們有準備 我是非常樂觀的 就這樣回應 好 謝謝老師 那我來回答那個 蠻針對我的身分的問題 我想烤餐 從歷效到現在 大概將近20年的時間 這20年的時間 台灣的服務業 其實變化蠻大的 如果最近大家如果一直在看新聞的話 其實最近很多的餐飲老店 一家一家收起來 對 這個某種程度 其實在從這個角度來看 剛剛講的那個議題的話 蠻悲觀的 我們整個社會上某種程度 道德跟實際行動是脫離的 即使在那麼文明的因果 它也是顯現出這樣子一個現象 那到底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我們目前在學校的部分 就我的理解 我們針對整個漫食文化的推動 還有整個綠色餐廳的推動 是透過這樣子的推動 把我們的食物的一個里程 跟食物的一個生產模式 讓學生更了解 包含像我是資深的學長 我們很多時候在發現 學弟妹他們在了解廚藝這一塊的時候 她最後對食材的了解只有電話 她就是電話拿起來 打給某一家A供應商 打給某一家B供應商 知道她要訂到從美國來的牛肉 知道要從哪裡來的豬肉 但她對我們在地食物的理解非常的少 所以我本身在擔任會長的這段期間 就盡力的想辦法把台灣農業的美好 跟廚藝上的一個美味 兩邊去做一個結合 那我講幾個概念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支持 一個是 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我們有一家在民生社區的一家餐廳 它都是由老人家去共同的 我名字有點忘記了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樣態 第一個 勞有所忠 就是說她今天把她最擅長的模式 從採購到分享 把社會美好的理念給堪拜起來 我覺得我看到那一家餐廳 我看到一些未來的一個生活模式的一個期望 那我們真的目前 校友們在做的 我們其實是到偏鄉裡面去教一些廚藝 對 透過偏鄉的一個教育 把我們的土地的連結 透過這個部分來做 還有我們會去定期做一些 算是一些 定期的寒冬送暖 會去煮一些菜給這些遊民來吃 這個是我們有在做的 那另外可能順便在這邊講一些 現在餐飲習慣的改變 這兩天社會議題很熱門的是食物外送 WOBIT跟PUNDA這一個 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這兩個行業 就這兩家公司上來之後 我們有很多的餐廳 它的外送的營業額 竟然已經高達50%了 已經高達50%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餐飲的消費習慣 其實快速的經吞本來在固定一個地方 使用的這樣的習慣 那可能我們在預估 未來這樣子的風暴還會逐漸影響 那加上我們在一些比較成熟的地區的房租 其實是都沒有辦法下來 所以我們也在思考 未來在這樣子的一個社會轉變的過程裡面 餐飲行業跟我們在民生消費裡面的關係是什麼 那我想也非常謝謝這位小姐給我們一個課題 未來在這個部分 怎麼把一些社會的公民道德 跟我們的一個餐飲教育裡面 做一個更好的結合